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症到底是如何炼成的?癌症可以从我们人体自身的细胞上追溯,人体有上万种细胞,它们各司其职,默默地行使着自己的使命,正常的细胞都有一定的寿命,会逐渐衰老,死亡,一般来讲,这种新旧交接是井然有序的,然而,当应该被接替的细胞没有及时死亡,反而继续复制存活下去,这种正常细胞被错误无休止地复制, 但是,疯狂地生长,从而导致了我们所说的肿瘤细胞,也就是癌症,但是,你也无需起人忧天,从正常细胞发展到恶性肿瘤过程,是一个重要的病变阶段,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,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它癌变前发现并制止它。 肿瘤也分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,良性肿瘤一般生长缓慢,对生命威胁不大,而恶性肿瘤呢?会在细胞爆发增长的时候,无限的繁殖,不管手术、化疗、放疗,都很难将它恶制住。 而判断良性肿瘤还是恶性肿瘤的最好方法,就病理检查,它是诊断肿瘤最直观最可靠的方法,将患病器官直接取下的病造制成切片,放在显微镜下观察,明辨病变性质。 如果确定为恶性肿瘤,就要进行病理的分型,包括命名、分级、侵袭范围、切除是否充分、组织学、疗效评估、预后相关等临床病理信息,这些信息是临床治疗方案、制定和实施的重要依据。 因此,病理学诊断,被誉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,谈癌色变,一味地回避,认为癌症离自己还远的观点是错误的。 从最新的癌症统计数据上看,2014年全国恶性肿瘤,估计新发病例数380.4万例,男性211.4万例,女性169.0万万例,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, 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,其实癌症的隐患就存在我们身边,三分之二的癌症,是可以预防和治愈的。 我们该如何洞察癌症初期的信号呢?咳嗽很常见,但就治不遇了咳嗽要小心了,当出现刺激性肝咳,咳中带血、卡血、伴随胸闷气粗、大量泡沫痰等症状,只要超过两周或者更长,用药也没有好转的病人, 建议排查CT,诊断肺部是否有病变,警惕发展为肺癌。 一般情况下,疲劳后好好休息,很快就能调整过来,但长期的极度的疲倦需注意,是否存在身体内部脏气出现的问题。 因长期难以恢复的疲劳,会破坏人体的免疫力,使潜藏在体内的癌细胞快速生长,尤其是消化器官肿瘤,与慢性疲劳和便秘关系密切。 当长期胃灼热,腹部疼痛,胃溃疡,服用药物后仍不能缓解,进食后还会出现保障或疼痛,进行性食欲减退,消瘦等现象,可能是食道、咽喉、胃部登发出的癌前信号。 腹部,持续肿胀,有压迫感,下腹或骨疼疼痛,肠胃不适,出现筋食困难或疾异,有饱腹感,持续数周不缓解,都可能是卵巢癌的征兆,腹痛,夜间更为严重,平卧位可使疼痛加重,疼痛常常模糊不清,难以言明。 这种情况往往要小心一线癌,大便便系,次数增多等症状,甚至引起大便困难,部分情况下出现便携,这事就应该进行肠镜检查,警惕肠癌,如果经过了常规治疗,却一直没有退烧,就要注意白血病,淋巴流等,发烧是身体的一种调节机制,这些癌症都会对免疫系统造成影响,身体为了对抗这种问题, 就可能表现为持续发烧,尿液偏黄病带有血色,很多患者因为没有疼痛等不适而掉以轻心,殊不知,这是膀胱癌的危险信号。